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90后00后 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和我这一代人比 客观上来讲 就是这一代的人 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太多 所以会导致什么知道吗 导致这帮小兔崽子们 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反正老子家里有矿 我也不要求你 就是半酷 你找他他可牛逼了 办得可像了 但是就不具备一个能力 这个能力叫什么 调动他人能力的能力 是没有的 很多人没有 你知道吗 英美人特别懂这个 我是渣打招的 第一个大陆级员工 我们渣打的CEO 曾经来过中国 也叫Peter 个子跟我差不多高 他到北京 他见到我 你知道吗 他居然会夸张 他说 你就是Peter Go 谢谢你 你为我们渣打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一下没搞清楚 有这么大的贡献吗 他说你的老板 克里斯丁伊普 非常赞赏你 我很荣幸 能有你这样的员工 也很荣幸 你能参加我的欢迎池 我一下没搞明白 到底是谁荣幸 应该是我很荣幸 参加你的吧 他怎么会说 他很荣幸由我参加 我就好到我什么 受不了 其实我也知道 他是装的 但是他就是装的太什么 太香了 搞得我就以为是真的 听懂了吗 所以我就很受他感动 就在我的论词中 这个CEO Peter 是最牛逼的CEO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做的怎么样 但我就觉得他很牛逼 所以各位啊 就是这些成熟国家 和地区的人呢 其实他们特别懂这种 沟通的艺术 沟通就是要让对方 嗨嘛 比如我们同桌 大家在互相交流的时候 由于语言和表情的不同 会让对方那个收的人呢 他认为 他的认知差距很大 让他感觉 不是那么绽放的 去表达的话 比如说我对徐先生 我是笑的 但是徐先生一看 你这个笑就是什么 很肤浅的 很勉强的 你就是一客气 徐先生他能感受到的 他能感受到 他就对你 这更不会回馈的 所以理论上来讲 你那个笑就是什么 白笑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经常讲 你连个装都不像 如果说我就是不想笑 怎么办呢 那可以啊 那就别笑 你就永远在一个裙子里头 你就裤到底 装逼装到底 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是 既然你要来走世界 有些心态上 你还真的得调整过来 否则你就不要出来混 还是那句话 我们是来打拼的 我们是来做事业的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意 做向全世界